主持人 第五集 紫四啊 来 吃点东西啊 来来来 好 自四啊 你去那边有没有怎么样啊 什么怎么样 你不是跟那个范立群一起去出差吗 有没有什么进展啊 妈 丽群是飞飞的男朋友啊 你希望我跟她有什么发展 难道要我做小飞的小三啊 哎呦 你把事情想得太严重了 小飞跟她没结婚 也没有论结婚嫁 两个人都有交朋友的权利 怎么能说什么小三呢 那是你的想法 我从来都不认同 而且 而且我对那个范丽群 一点感觉都没有 思思啊 你不要以为自己还年轻 选择的机会还很多 就算很多 条件好的也没有几个 你想想看啊 那些女人啊 为什么都要选那个企业家第二代来结婚呢 她们真的是很相爱吗 还不是希望将来可以过过好日子才嫁的 就算是这样 我也没必要跟自己的表妹抢同一个对象啊 这样我会好过才怪 哎呀 思思啊 你不要以为妈妈乱讲 妈妈都是为了你好 我每天啊 看你这样子为了范家劳心劳力 你以为谁会感激你啊 将来啊 小飞当上宴堂的老板娘 你还在这里做个小小的副理 你心里不委屈吗 妈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说了 你累了吧 思思到家了吗 到了 怎么了 没有了 我是想说如果你还在饭店的话 晚上要不要跟我和立群一起吃饭呢 她说要带我到米其林的三星法国餐厅去吃 这种好事我一定要找你啊 喂 喂 啊 我在听啊 你这个傻瓜 他是想请你去吃饭 你戴上我这个电灯泡 他不应当才怪呢 没关系啦 哎 你是不是这几天出差昏了头了 都下班了 还叫立群总精灵干嘛 和皇太后汇报完毕了 哎 我再和思思通电话 晚上让他跟我们一起去吃饭好吗 啊 你决定吗 哦 飞飞 我还是不去了 我有点累 想早点休息 这样啊 好吧 那你们玩得开心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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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思说他累了 晚上不跟我们一起吃饭了 哦 可能我们这次出差呢 很辛苦 有点太累了 他 不想来了吧 我想也是吧 我只是觉得很奇怪 思思很少不等我说再见 就挂电话的 哦 他可能是刚刚想洗澡 或者是上厕所上了一半 所以他才 哦 你真讨厌 你想得出来 嗯 嗯 我 我妈跟我说了 还有几个文件没有存档的 我来帮你 加油 记得晚上一起吃大餐 我会加油的 菲菲 对不起 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的 你相信我 我不会跟你抢力群的 我现在该做的是 帮你看好这个花星的公子哥 不再让他做任何对不起你的事情 何思思 这一切都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没有必要难过 杏儿啊 男女之间感情的事情啊 大大叔算是一个低能儿 所以我也帮不了你什么忙 我只是觉得如果你心里不舒服的话呢 就不要勉强 你不来茶窗我可以理解的 大大叔 你把话说到哪儿去了 我很好 我是真的觉得赵宇哥跟爱群姐很登对 我是真心祝福他们 我刚才迟疑是因为 是因为我在想 虽然你已经救了我妈妈 但是她没有松口答应我去茶山 真的是这样啊 是啊 你别操心 如果我真的在意的话 我就不会出来陪你一起找女儿了 那就好 你好 你好 请问有什么事吗 请问你是院长吗 是的 是这样的 我姓李 我叫李童 这张照片呢 是我女儿她小时候的照片 她的名字叫李雅婷 差不多二十年前 她被一个女人呢 在一个夏天的时候 送到孤儿院去了 那我在想 她有没有可能会在你们这儿 李先生 那我来查查资料 好 谢谢 按照资料上的记录 二十年前后 我们这里只有两三个女孩子进来 名字都不叫李雅婷 而且当时留下的照片 也都不是您的女儿 这么多年来 我从台湾头找到台湾尾 我大概去问过不下二十家的孤儿院 但是就一直没有雅婷的消息 大大叔的头发一天比一天白 年纪也一天比一天大 有时候我在想 我真的好累 我好想放弃 我在想 或许我跟这个女儿 根本就没有这个缘分 往更糟的地方去想 会不会雅婷 她根本就已经不在这个人世间了 大大叔 不会的 你这么用心一直在找你女儿 我相信你一定会找到她的 而且人家不是都说 父女怜心 说不定她现在也正在找你 你真的这样认为吗 你觉得老天爷还会可怜我这个孤独老人 大大叔 我问你一个问题 可是你不要生气 就是 你女儿她为什么会在孤儿院 她的妈妈呢 她的妈妈呢 她妈妈去哪儿了 这件事情说来话长了 我不知道从何说起 不说我怎么帮你一起去找你女儿啊 你至少要说一些线索让我知道啊 其实啊 往事真的是很不堪回首 大大叔真的是有难言之意 我心里很苦 我心里很苦